发发老师这两天一直收到后台粉丝的留言 说有一定英语基础的爸妈呢 如何针对零基础的孩子进行英语启蒙呢 其实只要做好两点 从这两点开始循序渐进的做 就可以很快的培养起来啊 首先第一点呀 可以有意识的使用一些英语指令 比如说 坐下 快点 站起来 用这些英语指令 让孩子懂得这些指令背后的意义 并且能够进行一个模仿 第二点非常非常的关键 我们要多多的给孩子创设英语环境 怎么创设呢 比如说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啊 平时给孩子读睡前故事 我们就可以换成英文睡前故事 对不对 睡觉前读的一些东西啊 往往记忆是最深刻的 所以呢 如果你念的是英文故事 就能很好的潜移默化的给孩子创设这种环境 让孩子输入一些英语语言 而且是他在无意识的过程当中啊 所以你可以试一试用